我们今天又来看车了 今天是到那个列治文的automall 有一个汽车城 这里什么车都有 我们先到奥迪 这个奥迪车行来看一下 这奥迪挺气派的 它两层呢 一楼是那个前台 二楼是展示厅 左边吧 车都不错 这有咖啡 等会吧 Q5在哪呢 这个蓝色的是吧 真好看 车好摔腻 这是Q5吗 这是Q5 这不是Q5 这不是Q5 这是Q5 这车会就不嫌了 对 很爽 多快 有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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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看的 这不错 这不错 然后它是一个饼 正说销售说这2021年新款的奥迪改版的 很漂亮 我老公在感觉这车的那个感觉 什么意思 什么Q5 我说这给它做成这个 Q5 做成Metal 我们先试一下这部车 这不带S1 它前面中 是这样 就是一树一棚的 上面是那种蜂窝状 D-Pay 它前的都不一样 D-Pay就整个长的都不太一样 对 但开起来感觉一模一样 灯也不一样好像 灯是一样 灯是一样的吗 灯是一样的 对 主要就是这个中网不一样 中网不一样 三Roof也没有 没有三Roof 然后也没有那个电子仪表 对 但开起来感觉完全是这样 然后我们的话 发动机是 还有一个技术叫V混动 我们试驾这部是D-Pay的 所以长得不太一样 去试一下 我老公现在来试开这个奥迪的Q5 D-Pay 因为它只有D-Pay可以试开 所以这个车的Monitor 这个 LED的这个显示屏是不一样的 里面也是有一点点不同 然后另外它也没有三Roof 哎呦 哎呦 晃色 哎呦 晃色 哎呦 这个音箱感觉不错 老公大点神 我老公说这个车也不错 这边是到Richmond一定会过一个桥 这个列治文是温哥华华人居住最多的地方 要找中国美食也要到列治文来 温哥华机场也在Richmond 今天阴天 刚才刚刚看完那个奥迪差点心动了 我说我们再来看一下 因为奥迪的那个汽油啊 你一定要加那个酒衣柜的那种 那你家成本就很高 那AQRA它可以加87的油 所以我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车 看一下这个RDX所有的AQRA的车 这是2022年的 这MDX一看就是那么大 这是2022年的